28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 欢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一中两国国歌 随后 李强陪同梅洛尼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梅洛尼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年来 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巩固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实实在在汇集两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女士会晤 共同为中意关系未来发展破坏蓝图 中方愿同义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全面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促进全球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义方进一步助劳政治互信 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更加成熟稳定的方向发展 为两国深化合作提供更积极的预期 双方要用好中意政府委员会和各领域对话平台 推动两国贸易优化平衡发展 加强船舶制造 航空航天 新能源 人工智能等领域 及中小企业间互利合作 共同办好马可波罗适事700周年相关纪念系列活动 持续深化人稳交流合作 中方支持中国企业赋议开展合作 希望一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 安全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希望欧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坚持伙伴定位 深化对话合作 促进中欧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美洛尼表示 一方致力于发展长期稳定 良好的一中关系 愿同中方深化经贸 投资 人文等领域合作 搭建有益桥梁 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释放合作潜力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一方愿为欧中关系稳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工业 教育 环保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会谈后 三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工业 教育 环保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